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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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觀眾 一直很熟悉的樣子 沒有關係 盡量盡量 沒有關係 就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首先歡迎各位來參加 今天無稱的講座 關於紅書的講座 然後我們剛剛之前在講說 今天有沒有不到有人參加 因為今天下雨 其實我知道今天逛民堂的八十幾位 但是因為下雨天 所以蘇晴律可能連 就是都會覺得不好辛苦 所以真的很佩服大家能夠來 然後也恭喜大家 因為今天能夠請淑芬來講 完全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為他就是很難得能夠來講 然後硬被我的婆婆來這樣 然後就是不想應該不太需要介紹儲分 那我稍微講一下我們整個 讀冊這次的講座 我們關於紅書 我們其實分成四場 那第一場是關於就是從圖畫書 過渡到文字書的時候 有一個橋樑書這個概念 然後到今天的第二場 是關於就是 關於念書的孩子怎麼換 這個題目就是 經常會有很多家長在問的問題 那平常聽說 這是一個非常難談的題目 所以我問了後的臉 衝著我幾十年的交集 都一定要請他來講 因為林菲果的那個 就是我自己的那個 就是能夠回答這個題目的 應該九十分 然後他自己的作品 就是我跟索芬認識很久 然後他 他知道他自己是上校作作家 然後以前玩玩笑 他都是手工書偏扣這樣子 因為他說幾乎做什麼都很厲害 那 索芬有非常多的作品 他的不管是小說也好 甚至兒童生活故事 都非常精彩 然後古靈精管 然後充滿創意 但是通常都是從很 很具有工具的角度 那像我自己的 我們家的小朋友 他從很小的時候喜歡看 到現在還是很好看 然後今早就不使得 外包我的林菲樂書 跟是我們那一套 那個軍委上小學的 他應該有看過 他還是不斷地從頭看 而且最驚人是他那一套書 不管在已經換到幾個出版社 每一個出版社都大暢銷 做到底怎麼回事啊 然後 那還有一個事情是 我剛約45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我們剛好在做一個 民選 那一件很尷尬 就是屬分呢 因為到了年度 絕選的時候 你平常 每一個月推薦都算了 到年度絕選的時候 他居然進了三分 年度總白行算 就是那個 被推薦年度好數三分 然後另外有一位 非常有名的作家 就後來就很受不了 因為他一個人沒有 他就說 那我們其實當評審也會覺得很 很 會有一點 有一點的壓力說 那這樣全部都給他對嗎 就是想一想 作品就是好啊 那你怎麼怎麼辦 所以 我說他很多作品 就是不只是暢銷受歡迎 所以他接受小朋友的歡迎 那同時他其實是非常的文學性 那包括就是說在 那我是白癡 我自己很喜歡他的童年餐集錄 上美錄 然後還有我是白癡 都我覺得非常有很好的文學子弟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題目 真的只有請他來講 我今天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來介紹 主婚 那另外就是 也進行大家 接下來是演講的時候 請大家關一張手機 我上一場忘了講 所以今天我特別做不及 然後另外就是 剛剛我上來的時候 跟大家講一段好消息 就是好像今天在這個場地 好像樓下都賣出好像三本 還有送淑芬的廟點子故事集 就是他非常創意的一套書 好我不要多講 那我們就熱烈歡迎淑芬 謝謝 謝謝 那個慧玲講了那麼多好話 他一定是為了感謝我向大一把出來了 嗯 那開始喔 我們在聊 他給我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簡直就是覺得 什麼這個 這個題目怎麼講 因為這個題目很難講 我相信在座一定的投影 對我來講有兩大分難 第一個 就是 就好像那個 阿娜卡列明娜那個出的太不熟的對不對 幸福的家庭只有一個面貌 然後我們新的家庭背後有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的面貌 所以我們掏句話來講 愛看書的孩子就是一個面貌 就是看起來很放心的面貌 可是不愛看書的孩子背後呢 太多太多的理由從來講起啊 所以 這是第一個難度 第二個 我有想 未來聽講的 基本上問題一定不大 因為我未來聽講的 基本上一定都是 愛看書的爸爸媽媽 所以基本上 愛看書的爸爸媽媽 因為看家裡的孩子也 多半會是愛看書的啦 我們做的大部分就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還能夠講什麼呢 所以我今天也是帶著一個 稱謊稱謊的心情 也很努力的做了功課來跟大家聊 所以我等一下大概有花一個小時時間 把我整理到了 我各方聽完了 這幾個女孩 但到處去跟人家 很多的朋友聊 也萬人不願 我們會 我們會 親子共母這些的 點點一日機 也會把它很濃縮起來 講一個小時 那後面那一小時 我們就來交流 而且 我覺得同一天 其實我說你 收穫會不會更大 因為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給我會更多 說起來會不會 但是真的不會怎樣 對不對 就好像一碗他 你沒有加點 你一樣是可以喝 可是你就會覺得 少了那麼一點思維喔 所以不愛看書 不是那麼嚴重 甚至於我還想要請事情 有味我怕見得到 他已經驚狠 我覺得有點像是在武器吧 他就說我說 每一本 台灣在台灣做完了 每一本書 其實只要一五百本就夠了 你就不到五百個人在看書而已嘛 所以 因為我是全世界的每個小孩都愛看書 這是前提 可是你會覺得 這時候給他這個機會 你怎麼知道他愛看書 你要給他個機會馬上吃 你覺得 愛看書的孩子 他將來他的世界 他的眼界 他的這個整個人的質感 會是不一樣的喔 好 所以我立即說 我常常會跟很多老師 跟很多爸爸媽媽媽 像很多老師去代理書位 那他後來會覺得 怎麼都學了 沒有什麼事上成立 我以為他們說 第一個 大閱讀這件事情 他的成效 有時候是要十多月以後 他寫先出來 第二個 你就是真的要想到這件事 就是 有些孩子 你就是想要開始 不過他可以去找 也很健康 這輩子也是說得很辛苦 可能也沒有關係 好 那我的 我的工作其實 基本上 這大半一輩子都被十五百塊 所以我覺得我也是很幸福的 很快的人 因此呢 能夠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的孩子氣氛的坦素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 很帶有一個實力感的事情 我有一個Facebook 可能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加入我 因為我的Facebook 我會分享一些有關的 文件讀 有關手工書方面的資訊 好 我祝福呢 多多汪 目前為止就是五十多本 然後剛剛 其實你幫我講得很好 就是 也還是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也自己還在不斷的 成長喔 那我的書中 那就是寫給小朋友看的文書 以寫文書方面的主作為主喔 我們現在看一本 正本的繪文喔 我以正本當開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本正本的繪文喔 很簡單 小女孩 她 會發現 她在那個 人家裡講 她開始慢慢發現喔 自己的 眼睛跟他一樣 額頭 跟眼眼一樣 然後呢 她就是會發現 什麼東西是跟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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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來看 周圍就會發現 在我們家人裡面呢 我有什麼東西是相信 相信相信 所以我常常會用文書 來當開場的舞台 來跟很多的當地有聊 最終你會希望孩子 跟什麼地方是跟你一樣的 除了外在的形式 外在的長相之外 你周圍還是希望 他有一些什麼東西 性格啦 對不對 下集觀上 有些什麼地方是跟你一樣的 那怎麼辦呢 要怎麼樣讓他 能夠 某一些你覺得很好的 那個質感的部分 能夠跟你一樣呢 就是要給哪一種能力 就是閱讀能力 而且閱讀能力 而且閱讀能力是最久遠 最有用的能力喔 好 所以我常常會說 其實之後 不是送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喔 當然如果現在住在台北市 送給孩子一棟房子 也是不錯的禮物喔 好 大家先回問我來講 給他一個 永遠帶著走的能力 自我學習 一輩子都可以付我學習的能力喔 也是很棒的 所以我今天大概會跟大家聊聊 閱讀 書寫思考 這三件事情 必須要合在一起講的 這樣的能力 如果放在我自己身上來聊的話呢 我也會很開心的說 也因為閱讀這件事情 我自己跟我的小孩 我現在一享受到 一個很甜美的 一個 應該是說 一個很甜美的程度過 我覺得從小 我跟我的孩子 我有兒子跟女兒 現在都大了喔 那因為從小 我就帶著他們閱讀 以至於我被關系喔 我自己發明的名詞就是 我跟我的孩子 是個soulmate 我們都說 我們兩個一輩子都會尋找 我的另一半 另一半 對不對 可是呢 我也要說 為什麼不跟我們的孩子 也成為這樣的靈魂伴侶呢 而且這個靈魂伴侶是 你可以塑造出來了 對不對 你不用去找淡貼 搞不好找得到 好 所以因為你跟你的孩子 從小如果借著閱讀 借著這樣子的一個交流 心理上的交流 以至於你們 有閱讀化可以聊 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且你們兩個不是只有洗澡 沒吃飯呢 沒這樣的事情 你們兩個是人 身為一個人 很深刻的東西 像我現在呢 我兒子 他覺得 他還滿意識到小說 會介紹給我 問你一句話 書面 看到東野歸五星的 推銘小說 吃完了 就會立刻買給我 我們回行當中 母子之間 母女之間的那種 衣會閱讀 而搭訊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美好 而幸福喔 我覺得如果說你帶著孩子 親自公母到頭來 這一切的那個 那個天美的果實 就會產生得到 好 因為孩子這個時候 他就沒有想起你 所以很多 後來很多人聊起說 小時候媽媽帶著我 讀愛兒子 小時候呢 床邊 晚上睡覺前 爸爸讀愛兒子 都會是成長時候 最美好的記憶喔 因為讀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它有很多很多喔 那我想我今天就不要花時間講 因為今天來聽了 一定都知道閱讀很重要 好 它對於大腦的發達是很重要 它一輩子都在 我的大腦一輩子都在活化成長 所以連大腦都要互乎越多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大腦都還在活化成長 我們需要幫我們做 一個這樣子的大腦的時期喔 我自己有在那個 Facebook裡有一次呢 我就根據那個 現在如果講到 幼兒的那個 那個那個政治發展喔 那個有一個Share的 比如Share的理論是最受 最受大家接受的喔 好 那再加上現在呢 科學神經發達喔 所以的確呢 雖然的理論又再次得到一個肯定 那我就根據他Share的理論呢 大概做一個這樣一個簡單的檢表喔 就是呢 大概零到三歲 嗯 幼兒呢 他的大王正在做一個怎麼樣的發展 這個時候 你在越來越這件事情上 你可以為他做什麼喔 大概做一個這樣的檢表喔 好 那比如說從配獨開始 到獨開始 或獨開始 到個別獨立的獨立開始 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喔 好 那當然不見呢 每一個孩子都得這樣來 但是基本上 如果配合我們一個的大腦的發展 他就會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節奏 要進行喔 那這次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喔 就是先鎖定主題 然後不愛越你的背後理由 跟意義之道 然後呢 我也想聊聊 如何提升親子 共讀樂趣的一些可行之道喔 然後呢 我覺得這點也很重要 就是如何跟孩子討論食物喔 那我想很多東西呢 這裡面其實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待會講說 也許我 我在講到第一的時候 也許我會把二跟三個一起融合進來講喔 好 那我想先講這個喔 提升 親子月娛樂趣跟效果的幾種方法喔 那這幾種方法喔 就是我自己親身體驗過 我也跟 或者是說是別人 別人 別的爸爸媽媽喔 別的那個家庭群組喔 別的那個親子共讀群組 那麼實驗過 他們覺得真的很不錯喔 我覺得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喔 首先 如果可能的話 請可以家庭群組適合 通常你講其實 我們會這樣 會這樣就是 支持在家裡 都給自己的小孩聽對不對 大部分是這樣喔 可是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 能夠找幾個家庭 一起來進行這件事情會更棒 因為整個身份跟廣度會 絕對不一樣 你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自己在家裡 看起來孩子讀書 小朋友接收到的 各式各樣的影響 都是來自於你 或者是那個爸爸媽媽對不對 所以看媽媽也帶著自己的 不由的思想在影響孩子 對不對 可是如果有一天 你們的共讀 你們的討論 你們的對談呢 是很多的家庭一起 至少兩個 至少三個一起的話 那 雞蛋出來的東西 絕對是不一樣的 就是他們身份跟廣度是不一樣 何況 小孩跟小孩之間 會形成一種的落光 然後呢 像我有一個那個 那個同事呢 他就 那我現在一直都非常非常高興 他的孩子小的時候 他就找到兩個家庭跟他們 就是三個家庭一樣 一起共同共成長 因為後來他們的小孩 就三個家庭的小孩 自己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說有些成長過程當中 一些難題喔 那個孩子不願意跟他講 可是呢 可以跟一起共同成長的 和大家 而且更由於他們經常會共同共聊 所以彼此的心靈的默契是很夠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美好的事情 如果可能的話 再來呢 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小的時候呢 通常是不急著讓他開始讀一本書 而是開始讓他是愛一本書 就好像你知道很多人那個小小孩 小時候會很愛他的 他不是 很愛他的小鎮頭 對不對 那彼此就讓他很愛一本書 像我女兒小時候很愛一條毛巾 他一直都會是幾歲 那條毛巾都還是 而且他有幫他取一個名字喔 很可笑的名字 哈哈哈 然後他就毛巾已經破到 已經快要吹發 所以我已經幫他縫過好多次 他是非常會心愛喔 所以如果有一本書 也可以成為這樣的信物 情感上的信物 也很棒 所以很多 像多半的很多那個 這樣子的一個 教寶寶媽媽媽怎麼樣的孩子 喜歡願望 他們會跳這一招 就是先讓孩子 迷上一本書 也許某一本書 是你們家庭之間 很愛很愛的一本書 你們經常言談之間 就會引用其中的一句話 或者在生活情境中 有一個情境四孫的情境 然後呢自己家人就會相識一笑 就知道貼成的書 是我們家的一個 某一個很美好的暗號 對不對喔 所以就孩子很小的時候呢 就是不急的去決定 他不懂了沒 而是他喜歡這本書 喜歡他抱在晚裡這樣翻 翻的感覺喔 好 那當然呢 孩子還小的時候 你要不斷的為他讀書喔 這件事情要做喔 再來 等到孩子再稍微淡一點點 可以自己讀 自己看喔 或者是說不用自己讀 就是他已經知道這本書 是在講什麼時候 也試著將孩子為長輩浪讀 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就是在練習小朋友的 就是強化他的識字量 跟他發表 以及他怎麼讀辦一本書 然後再次發表的那種流暢度喔 那這件事情好玩的地方是 就是加於說 之前其實呢 也有 韓國有本書叫 《慰愛浪讀》 不是我們看電影的那部 《慰愛浪讀》喔 而是 他是 讓一個無數字的老奶奶 跟一個他的孫女喔 然後孫女 讀書給老奶來聽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很多愛的故事 溫暖的故事發生喔 所以有機會喔 也許你帶著小朋友 給你練的來家 或者換個國家 就帶這一本書回去吧 然後呢 試著那個孩子講故事 唸書給長輩聽喔 好 然後呢 我有看到一個很不錯的活動 跟大家分享喔 就是有一次 有一個夥伴的媽媽 就分享一個好臉子 她說啊 還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活動 你知道現在在那個 對於幼兒的書來講喔 嗯 凱迪可 今天還講是一個 很受重視的講 就是在會分界來講 那算是一个很世界级的讲话 如果这本书呢 凯迪克金牌 那你就是忘保证的 好 就是一个好书啊 所以他这个妈妈就玩一个名字说 比如说爷爷是哪一年出生的 然后呢 我们就去找到 那一年得到凯迪克金牌 讲的是哪一本书 于是呢 有一天就带着 去书书馆见到那本书 然后呢 就到爷爷加了十号 就给你给讲 爷爷这本书就是你出生 那一年得到世界第一名的绘本哦 然后呢就读给他听 那是不是回忆我读来讲 也可以想想 孩子出生的那一年 对不对 那也许孩子出生的那一年 得到凯迪克金牌 讲的那本书 说明这个金牌 孩子他的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迷上那本书的开始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游戏还不错耶 那很好的点子啊 所以我就立刻 我看到凯迪克的游戏 就立刻尽早红1961年出生的 那一年得到金牌 讲的是这一本 我就没想到 要去借来看 因为好像没有中一本 对不对 我把我的幻想去赶快 想办法找到 我出生那一年 得到凯迪克金牌 这本书来读一次哦 好 然后凯迪克金牌奖 最近这 这几年得到金牌奖 是这些书 像这本是今年最新的书 然后呢 这本是2013年得到金牌奖 凯迪克金牌奖的书 这本书简直就是不得然的书啊 大家知道他的传奇就是 因为他2013年得了凯迪克金牌奖 世界第一名 2014年他又得到英国格林威的第一名 所以就是从来没有一本书 从来没有一本会这样吧 全世界两大奖的第一名都拿了 这是第一本 我想以后搞不好也是绝后 因为不容易说 美国跟英国两大派合 这个毁本专家 都一直同意他是 他最连全世界最高的毁本 好 所以这本书呢 就是那种 就是说假如你是个毁本案 或者你想给小朋友买书的话 实在不知道要买什么啊 就不可以先买这本 也真的不太厉害了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那么多专家都说 他的确好 所以我之前还为这本书 写了很多那个讨论题 就是这本书 其实它故事很简单 然后呢 我有为他 有写了四个层次的一个问 问怎么问孩子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有些话 需要的话 也可以在Facebook发讯息给我 就是如果将来有天 你为孩子你再来修改 而不正道要问孩子什么的话 可以当参考 好 再来呢 当然平常家庭活动呢 就是也要让孩子觉得书就是一个哄 哄之常的东西 就好像他口渴会想喝水 他肚子饿会想吃东西一样 好 某的时候心灵肌饿的渴 他就会想拿个书来饭一饭 那怎么样呢 让孩子能够对书这样的东西 有心切感 觉得很日常的 那就要它变成是你的家的日常活动 于是放书片啊 聊书啊 经常办这间书有用的活动 就变得很重要 好 让孩子对书有感情 比如说设计自己的藏书票 请让孩子带孩子设计自己的藏书票 好 可以照看这句话 你就把它演义缩小 列出来 然后呢 只要他很心爱的时候就贴一张在那个书里面 这个叫藏书票 玩玩书被诗 选书当礼物送人 在家卖书展自己做书等等 我来举一个举起的例子 比如这个话题在我们家经常三不五四就聊一下 也许隔几年啊 就可以彼此家人啊 谁会就给他聊 如果今年 因为荒岛之书是可以改变啊 如果呢 如果今年大家要聊聊自己的荒岛之书 你的是哪一本 的话是哪一本 儿子是哪一本 你的是哪一本 聊一聊彼此自己的荒岛之书 是哪一本 是一个好简单的活动 可是呢 就因为这个话题吧 全家某一刻的心思又拉在一起了 拉上什么荒岛之书 流落荒岛 只能带一本书的话 你要带哪一本 所以一定是截至目前为止 生命中最重要的哪一本 对不对 如果我现在反问你的话 你的脑子里面 能不能立刻有一本荒岛之书 有没有 有没有谁要分享 我可惜我带巧克力来的 哈哈哈哈 好啦 我看我一下 化妖精妓 有种 哦化妖精妓 感觉很必要 对 先存活再说 我是真的有待啊 我今天呢 有 而且呢 我最晚上还特别精心准备 因为今年是爱丽丝 梦头先进150周年记忆 刚刚如果我们开场有转到吗 刚刚开场的那个周慧琳 也是转贴是好东西 刚刚周慧琳帮我们开场 周慧琳本身是一个那个贴粉 就是爱丽丝梦有先进的贴粉 有一次我在军会的时候 他竟然穿了一件 爱丽丝的图案的衣服 来笑我一跳 我说你比我更比爱丽丝 买买来的金币巧克力 哈哈哈哈 好 就是说嘛 你可以聊 就是说 加你呢 三不五十 就聊聊书 可是怎么聊你聊的主题 对不对 那像这个主题就很考虑 那荒岛之书可以随着人 也许你今年的荒岛之书 跟明年的荒岛之书 会不一样 对不对 可是就可以借这个很简单的聊天当中呢 彼此互相知道说最近在乎什么 最近还是在乎什么 最近对他还讲很重要的东西 其实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孩子也要知道父母亲 父母亲 对不对 我们都是 我们都在 我们不要都只有戴下 像书 乐的这件事情一样 都是双向的 我觉得会比较好 所以我儿子就跟我说 那妈 你最近的荒岛之书 就是哪一本 我讲出来他就说 嗯 他就觉得有点逊 我就说 哇 唐诗三百首 他就说 你果然是金牛做的 我儿子很了解我 因为唐诗三百首 他看了很久 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的故事 对不对 好 或者是说 现在我孩子小的时候 还有我自己以前在教书的时候 我也常常做这件事情 就是跟学生 跟我的孩子聊 我自己才看的书 这件事情不是说 叫他来看我的那本 而是让孩子们 一直有接收到一个讯息 就是 你看 妈妈那么老了 我还一直有书可以看 而且他都觉得那本书很好看 所以阅读这件事情是 不管多大 多大的年纪 还可以一直保有这个阅读 所以经常跟孩子 也不用经常 就算不是 偶尔 你比如说现在看到一本 有趣自己在看有趣的书 你可以听孩子介绍一下 或者你一句给他听 跳一句有意思的东西 跟他分享 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很重要 那 之前我在我的Facebook介绍 介绍这个时候 就有引起 我的网友一下 回想 觉得这个 这个点子很好玩了 在班上也可以玩 就是呢 我们家都没有一些书嘛 或者是说 你去图书馆的时候 有很多的书 对 就随意的把基本书凑出来 排排看 有没有办法排出一首像 诗一样的感觉 像我有一天就买了 我们家几本书 你大概就知道 我都买个诗书 好 然后呢 如果从这边 右边这样读过来 空中飞马 问之谷 这张鸟的赌注 变安风格 黄昏老爸的烦恼喜庭 深夜的文学课 极致的浪漫 有没有一点点失忆啊 赶快跟我说有 然后 有没有说过这个 这个是这个 是个失不及格啊 好 我觉得就是说 像这个 它就是一个游戏的东西 可是呢 它其实也在考验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介绍很简单 有趣的活动 然后呢 还是维系在书这件事情 书是好玩的东西 这件事情上面啊 好 那这个活动 我在我二十小的时候办过 然后呢 我的朋友们都觉得 我真的是一个很 很 很 不是说不得了的妈妈 就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 就是说 我二十小的时候呢 我大概是不待它变读啦 是不待它喜欢书啊 可是呢 我觉得 让它偶尔试图的 自我配信表达也很重要 所以比如说 如果隔天有 比如说我是小同事 要到家里来吃饭 我就会请一晚 请我儿子 说明天有可能要来 我们来办一个简单的书展 然后就请我儿子呢 就去挑 你最近读到书 你自己最喜欢的 是哪五本 或者三本 不得 好 拿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颁奖给他 就是讲很简单 你就是很简单的 帮他画一个讲台 写演讲 然后呢 小朋友自己画一朵花 然后因为这个书的后面都有上胶 所以你用透明胶带 往外滚一圈贴上去 是OK的 不会伤书的 那 而且我自己基本上会认为 书就是用来读的 我也不怕伤了他 我觉得书就是要被利用的 对不对 我不是一个很神圣 那种很清教徒式的爱书人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 有些那个写爱书的人 他是爱书到连书啊 每次买书都买两本 一本要公共前一本才能翻 怎么翻 不能整 好 那我不是 我觉得书是哪来的用的 好 就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隔天呢 可能来的时候啊 是不是小孩就可以把书拿出来 然后呢 就是来跟阿姨叔叔 一定就会很简单 会有些对话 比如说 为什么你喜欢这本书 这个是在哪里买的 那是不是 阿姨叔叔叔也很简单的 把一个 就正式阅读以来的一个综合想法 很简单的 很简单不用什么 可是呢 他也是在综合整理 他最近一条的阅读经验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又简单又好玩的活动 我为什么有这个点子 是因为在那之前 有一次呢 我去有一个朋友家 他当时是 我已经到了一个练习 然后呢 我们一进去 他家的时候呢 就发现客厅 一晚上 有一排东西 也是半盏啊 就是他儿子很喜欢乐高 然后 他儿子前一天晚上就用乐高 拼足了很多很多的小型的描述 所以那个妈妈也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 就知道今天有来的阿姨要来再吃饭 就把乐高成果餐 就帮他儿子把乐高的作品啊 就真的摆在地上 而且啊 妈妈很用心哦 每件作品旁边都有作品说明牌 所以妈妈也花了很多时间 那当然我跟另外一个阿姨走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赞美啊 对不对 会跟儿子 他的儿子有些对话 那是不是儿子就会很兴奋 很开心 他也是会对这一次的活动 更有一个正增强 那相同的道理 我儿子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简单的 他的心爱藏书战 是不是就会更增强 他下次再读书的一个 一个能力 对不对 一个能量 好 那我自己常常收到 读者寄给我们一些书信什么的 然后其实这个活动也是我之前在我书里面 跟很多的老师分享 就是多幻一本书 可以让小朋友写信给出家 甚至可以办一个颁奖活动 就是让小朋友讨论一下 这本书你最欣赏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活动一样可以在家里做 多幻一本书 你们共多幻一本书 你们最喜欢这本书的什么 你就画一张奖状送给他 好 这就是我曾经有一次收到的奖状 好 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孩子觉得 读书是好玩的 有趣的 这是前提 对不对 好 谁都不喜欢做无趣的活动 那你知道吗 像国外的妈妈都是很得了 对不对 那他们有时候 你帮小朋友做周岁生日 都还会用某一本绘本 当做这次party的主题 比如好玩的猫猫虫就被 最常被拿出来用 好玩的猫猫虫就被 那个美国人 那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这样 就跟他的开头标题叫做 宝宝的第一本书 因为好玩的猫猫虫 他里面的概念 非常非常的多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就是像这样子呢 我们是不用做到这样 可是我那天有看到衣服图 就觉得这个美的都做得到 对不对 小黄瓜跟番茄 就可以切成一盘 才是好玩的猫猫虫 于是就会在餐桌上 要跟落实的小朋友 对这本书的兴趣 对不对 其实也蛮好玩的 你看很讲究啊 国外的妈妈办party 是这么的高纲 我们不用做到这样 可是我们可以去 请他有这样的精神 书可以玩 有一次我看那个点子也不错 就是呢 我们有时候带小朋友 去参加婚宴啊 小朋友一定会觉得 婚宴有够无聊 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看国外有个点子 有一张桌子是专门 要给小朋友做的 然后上面摆的是好多好多的图画书 所以像是当小朋友 去参加洗面的时候啊 也许小朋友就可以做到 那一桌 给小朋友做的那一桌 上面就有好多好好看的绘本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这个点子也不错 对不对啊 或者呢 画一本书 跟孩子一起 书里的情节很简单的话 为四个漫画 或者房做一本小书 像这个呢是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学校呢 一年级小朋友 他们读完我的某一本诗词之后 然后那个老师呢 就带你的小朋友 这样简单的写一首诗 然后做这一本小书 就请我去看哦 好 然后我记得我 带我儿子读我我 来清水高年几乎吧 的时候 有一下天午就约好 约定好说 我们都来游戏游记 那儿子可以读一个比较版本 比较好的 就是比较这个游文的 那女儿就看一个感谢白 然后呢 就某一个下午 就很正式的在下午 树香下午茶会 就我们拇指三的人 好 然后就准备了汽水啊 蛋糕啊 这样子 可是就很很正式的讨论哦 那次呢 我还设计了学习灯 然后就 所以 平常其实我不用这样 平常就是聊一聊 问你们 可是如果有一次 你们很正式的 慢慢还正式的 用电脑列出 你的学习家出来 那天就 大家都很很正经 对我们的儿子里面 都很正经的 你看他们写的多好啊 画的多好啊 好 这本我们都还留着 我觉得它就会成为 我们全家 小孩心目中也会有一个 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 对不对 有一年我们共读西游记 然后呢 好 出一些问题问我们 我们有很正式的 在餐桌上讨论了 有的时候不妨这样子做 好 给孩子问问家才不如 给他赌一本书 赌一本书 做一本书 做一本书 是我这几年经常在 揮的一个活动 就是 赌完一本书以后 透过一个简单的小书制作 让小朋友对这一次的 也会有一个更圆满的一个结果 好 而且会激发他可以下一次 也来做一本书 也来再来给你本书的兴趣 那这个 那孩子自己做书的活动 其实在国外有非常非常的流行 好 我觉得这一本书呢 过程大家都小朋友要想 要写要画 这不就是我们带孩子 乐图最终的目的吗 就是他读完之后 他会想 他还能够写 对不对 还能够加上一点 美学的东西进来 那更棒了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国外有带小朋友做书 是个很普通的家庭活动 他会看到小小孩 幼儿很需要手工的活动 去训练他的小肌肉 对不对 好 这是我这样的 就是一手从网路上 抓大一点点 你看这个妈妈符合完 他帮小朋友做一本书 然后他贴上照片以后 叫小朋友画照片 有没有 对不对 好 这也是一种空间辨识能力 对不对 好 很有趣 那这是我有年纪 带一群幼儿园小朋友 做出来的书 好 好 再来我就要记录今天的主题 哈哈哈 就是我觉得很难讲的主题 好 孩子不爱阅读的被读里 我大概都分析这四点吧 好 第一个 空白的妻子失败 第二个 阅读障碍 有的时候小朋友有阅读障碍 我们不知道 也许它就是卡在阅读障碍上 好 第三个 不良的亲子共读 第四个 选书问题 我很快的讲 因为我只剩半小时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只剩半小时了 好 空白的其实是那 我认为可能在座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 大家都是喜欢看书的人 好 所以就算每天只是读十分钟都好 一定要让孩子知道 爸爸妈妈也很爱看书 但比如说从此以后 爸爸下班 妈妈下班很累 都还要故意捧着一本书 在他面前留给大家看 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比如说假日的时候 孩子的脑子里 他的眼睛里有看到 在妈妈的生活当中很忙 偶尔他也会坐下来 捧着一本书 很专注的看五分钟也好 爸爸会很专注的看一本汽车杂志 十分钟也好 据说在生命中 因为这件事情 大人来讲也很重要的 这个镜头要让孩子看进去 否则就会像我以前常常讲一句笑话 就是说 老爸妈妈自己手里拿着遥控器 走来走去 可是却跟他就说 不要再看历史了 早上去读书 对不对 亲生世代 永远就是胜过你讲很多话 那所以去美国有个爸爸 就一直为爱乐女人读书 读了八年多 然后2001年他有出版 女儿又把整个这个过程 写成一本书要做阅读的承诺 那个时候也感动了很多的真好 就是有个爸爸 发愿从女儿小学 三年前的时候呢 每天不间断 他为他讲十分钟书 然后有时候 比如说女儿她是出门在外 参加了一个活动 对不对 一样就打电话 就不迟一到就打电话 念十分钟的时候 从不间断呢 就一直念到 女儿准备要去读大学的那一天 这是一种妇女之间的承诺 所以怨语这件事情 在他们家就变成是一个很神圣的 很情感的 就是一种一种 不女之间的一种 progress 非常的甜美 好 然后呢 除非你自己是爱出门 否则说服孩子阅读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无庸置无法 好 所以这个第一点 我先假设大家应该都能真的困扰 好 我们最怕是说父母根本就不爱阅读 根本这辈子生命里没有阅读这两个子 可是就奢望还是喜欢阅读 好 就是通常会遇到的第一难题 第二个理由就是阅读障碍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孩子的阅读力 如果你一定要了解孩子的阅读理解历程 阅读是有阅读理解历程的 有孩子不喜欢他读书稿 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有阅读障碍 大家有听过阅读障碍 这个病吧 不算病 大家认识有障碍 就有学习这样的阻碍 这就是需要的理论 我们每一个人对阅读理解这件事情 是一个发展流程的 所以我要先问大家 阅读这件事情是要教 还是孩子这样 一体肯定就会了 阅读要不要教 阅读要教 所以才有各种理论告诉大家 就是要教 阅读是要教的 不会有人突然就读懂 那一定会想 那你一定会说 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小有人教我们 你怎么知道 你也许就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你被教的你不知道 你就说 我那句说 就是说,阅读这件事情,老科学家告诉我们 不是说你把孩子丢在一个地方 你都不用跟他对话,你都不用问他 你只要给他很多的书 他就嘟嘟嘟,有一天他就什么都懂了 没这回事,阅读要教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适当的时候 教到他应有阅读理解能力 他就会有阅读障碍这件事情 以至于他就不爱读书 好,我们很快的到这个地方跳过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在网路上都找得到 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学理的依据就是 学前阶段到六到七岁要试字 那叫我们讲试字很重要 到七到八岁就要因为试字量够 要开始流畅喔 那所以如果试字量不够 就会导致于他后来没有办法流畅 以至于他后来就没办法自己读书 他有可能就是跟自己没办法读书 而不爱语,对不对 好,试字很重要 试字很重要 也好好 这一定要认得够多 才能够流畅的阅读 那大家知道 我们一个人要认识多少字 才能够很流畅的阅读吗 比如说我现在问你,你到底 你不是要把你认识多少筹文字的 据说我们平常最常识都一般的 大概三千多字吧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有一本,如果讲到阅读这件事情 就会提到一本书叫阅读能力量 这是美国,一个博士他有带一个团队 他就直接告诉我们结文就是 有限的阅读量 直接造成有限的词汇量 就是读得越少 你证的字是越少 然后你证的字是越少 是不是下一次你就更少,读得更少 所以他有一点像是贫者越贫 负者越负 所以一开始就是跟试字量有关 好,所以他那本书也有告诉我们几个要点 而且你们发现都是越多越好 都是在数量 一开始就是数量要够 多制造经济书的机会 接触书的机会 越多,越读就越多 书库越多,越读就越多 图书馆越多的书,越读也就越多 一开始都是跟量是有关 然后呢,我们的孩子要认识多少个字吗 这是课程标准 台湾的小学中学的课程标准 小学课程标准有规定 第一年级要认识700到800字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 那个小朋友的课文很重视写 本来就要啊 他要签四字啊 因为你知道吗 有签那个爸爸妈妈 可能他就会这么说 整个为什么学校课本啊 都不能想绘本那样子 可以 但是在那之前 请你先让他确实认识字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没有够多的诗词 你要一切的面谈 你只是听讲故事给他听 他还是不耐识那些字 他竟然还是没办法自己读啊 所以请就一开始文字量 文字喔,都进来了喔 所以我曾经他有个理论就是 我们经常都会说给孩子的 因为我的读读是 会给来乔娘书、文字书 我的理论是要打赛 谁规定一定要这样 谁规定小时候 用的时候不能读文字书给他听 那如果以前没有绘本的时代呢 像我儿子更小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绘本啊 可是我儿子很爱看书 所以我访问他几个 好,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文字 文字的书 那当然要 因为他要看 他喜欢看 他就想办法要去认识 对不对 好,甚至于那个去年还是前任 美国有一个那个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电视图籍的导演 他甚至于就出版了一个绘本 从头到我们要读 有吗 对不对 诶,是的 然后呢 他去选 我觉得他也是很想做一个实验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说要从什么图啊 字啊 这个如调亮啊 他就干脆 我连图都没有欸 那都有 都只有字的话 小孩会喜欢吗 实验证也喜欢 因为他 词要字写的很有趣 他的文字写的很有趣 他就读给小朋友听 或者大人读给小孩听 每个诱文的小朋友听的都哈哈大笑 都很开心 都好爱这本书喔 好,所以如果以他这本书 当然他不能作为代表 可是我那些就是说没有人规定 孩子小的时候只能看什么图的书 没这回事 我这回从小时候 如果有读的话 文字就要进入白的 好 大家 大家了解一下 试字量是有一个一定的标准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专家 他们提出来一个统计数量 要认识更多的词 你才有办法流畅的阅读 好 所以比如说 像以前应该有很多的绘本专家也会告诉大家 比如说 读书时 偶尔在书上指出关键词 比如说 偶尔提论 有念出最后一个词 让小朋友去接 对不对 好,看着书 蘋果 对不对 小 如果小朋友知道这本书在讲小猫 小猫咪 对不对 你可以说小猫咪 它都会去接 就类似像这样 那小朋友他会去找字 他会去慢慢认识更多的字 好 那当然很多年用了书 一开始的文字 他会走比较重复节奏的 音域的 那也是一个好选择 像美国那个 Dr. Seuss 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不一样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点子就是 你可以帮他一起准备一本笔记本 然后呢 读书 小朋友如果说 你也可以跟他聊聊书 小朋友讲什么想法 你替他写下来 然后也许隔天 再隔一阵子之后呢 你把你写下来的东西 念给他听 他会很开心 哦 原来那几个字是我讲出来的 我好想知道 原来我的想法 可以被记录下来 被文字记录下来 有点记下来 好 这不会都是希望能够 让小朋友喜欢文字 好 比如说有一本书 我们基罗斯去散步 有些诱文 给诱文 给诱文书 他会有个时间的顺序 就是在让小朋友 顺便练习时序 他像这本书呢 他从后到尾 我也曾经玩过这个活动 就是我 虽然是讲这个故事 可是我另外把所有的文字 都会我另外打字 然后列印出来 做成一个一个字条 然后呢 讲完这个故事 讨论完之后呢 我就练习让小朋友 去排字条的顺序 所以是不是这个时候 都文字就进来了 文字在活动了 文字在跟小朋友做互动了 对不对 你也可以类似像这样子 好 这是国外小朋友的活动 好 以上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市场阶段 比如说文字的试字量不够多 然后呢 待会我们会讲他阅读理解 他的理解也不够的话 你要他再继续我们下读更多 比较不容易 不良的亲子共读 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也不要每一次亲子共读 都逼他一定要插透人生 我虽然会跟大家说 我会提供大家一些 你说这本书可以跟他排字无聊 但是不要每一次都这样 否则每一次都 好痛苦啊 对不对 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书就是 读过好玩 不快乐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偶尔跟大家做一些 能够强化他思考的一些 经互相的互动讨论也很好 但是我的书不要每一次都这样 每一次都这样 就会叫做 混两个亲子共读 好 亲子共读的初衷是什么 我之前看过一本书 就是我在我们的那个网站上 这个网站上我介绍推荐了两本书 其中一个0到5岁的那个大脑 小朋友的大脑发展 他里面就强调一点 聪明的孩子是来自于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 对什么都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大脑 大脑觉得安全的 他就可以不用去处理 那个危机部分的活动 而把他的大脑的活动放在 我现在好 你要跟我阅读 你要跟我做思考 这样了解吗 所以如果是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下 他大脑很多的地方 都还要先去处理那个危机 是不是 所以就是你在孩子很安全感的 很舒适的状态之下 来跟他调书 来跟他探讨一些 比较丝毫性深度的问题 更有用 好 我不是让他觉得有压力 有压力的状态之下 他的大脑要奔出一部分的空间 来处理 妈妈现在到底是要我干嘛 他的真意是什么 对不对 懂的意思了 所以这样有安全感 再来一个选书 有时候小孩不爱看书 不是因为不爱 而是他还没有遇到那个 对我书 对不对 其实这个也很不容易 第一个因为 小孩子他自己会选 对不对 我们总共就是我们来帮你选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专家 就有一些建议 大家看下一张 轮流选书 比如有时候妈妈选 爸爸选 有时候孩子自己选 来读我们人家有什么书 第二个 符合孩子的先辈概念 就是你知道 孩子已经有数字的观念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 可以再这样子来往上加一点 第二个 这样子就是符合他的一个 他理解的定层 第三个 参考分析 回国想分析的制度 也是做参考 比较是就是 乙孩子目前他最喜欢 什么来当做标准的选 那也许这阵子 他就对那个部分的书 他就比较不会排斥 再来 直觉是就是 有时候放书店的时候 让孩子去翻一下看一下 他对男人是有直觉 上帝也喜欢 那也许他就比较想要 往下读下去 这是我参考很多专家 的一些想法 再来呢 还有一个指标可以采访 就是那不然就参考 人家这个书品专家选不出来了 其中我刚刚介绍的 除了那个美国的凯尼克奖 跟英国的格林威奖之外 有一个奖 是很多的爸爸妈妈 比较想要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本这个奖 是专门针对 如果又不喜欢读书的话 那这一本应该没问题的 了解吗 就说他是为了他小朋友 那个月 月就是喜悦的月 就是那孩子真的很喜欢 很想要看这本书 而设立的奖 他就叫奖定在这一点当中 出版的书当中 哪一本书 他是比较受小朋友 欢迎客户的台词 那这个奖 是以那个DOTUS的名字 来命名的奖 好 那比如说 今年的奖是这本书 You are must know 那所以你会知道 这一类的书 多半是针对 因为我刚刚开始要起 对阅读这个 这个对阅读这件事情 希望能够写完补书 而来设立的 好 再来 如果孩子 四字量够了 他为什么没有继续 再往下步下去 有可能是因为 他觉得他梅子不懂 他不懂他讲什么 他说到底是要干嘛 讲动物是要干嘛 所以如何跟梅子 讨论训终一提是很重要的 由于你的适度的引导 会激发小朋友 他是下次大家读某本书说 他的听位会不一样 他不是只有读完那个故事 我们一定都不希望 孩子自己的故事 懂这故事而已 对不对 我们希望他 因为读完这本书 而能够带来一个阅读的理解 努力增加 以至于将来可以应用在人生的很多方面 好 为什么很重要 你在小学的教育部的这些混的东西里面 我给大家一个统整的最后的说法 就是有分四个层次 也就是说孩子一年级幼儿园到一年级 一直到我小毕业的时候 每一个孩子在预讨这件事情上的能力 应该要慢慢进步 有四个层次的进步 那这个四个层次呢 不是某一举一小撮人决定 而是全世界的专家一起来决定 全世界对预讨这件事情上 有一个评量的方式 因为你知道每个国家都会阅读冰冬 都一想说我们国家的小朋友 阅读能力很强 所以是一定比较强 如果真的很强 是不是最后有一个评量方式 至少是一个指标 所以呢国际间就有一个国际的评比 叫做PERS 针对国小四类级叫PERS 针对国中三类级的叫做PIZZA 那PIZZA除了阅读它还有那个数学 但是国小的PERS就针对阅读这件事情来做 所以阅读能力阅读素的就是看PERS 那PERS的四个层次就这四个 直接提取 直接特论 全世界整个比较平衡 这个病人听起来好讨厌 好学书化 我用 我用 笔 那大概就是一年级一定要做 他的阅读能力要来到这两年 所以下次你跟孩子读书不舍 你就开始要问他这类的问题 让他开始建立说 哦 原来我读完这本书应该要懂什么 所以下次他读这一篇书的时候 他就自己会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延结 他就说哦 我读完这本书 我就要去找到受了什么什么 那到诸理级以上 圣经道理级就要有这个比较平衡的能力 好 我们就以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利波特来当例子 什么叫做这四个层次的问题 这四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叫做直列题曲 大家看一下 直列题曲就是说书里面有的 你只要读过这个故事你就知道 这叫做直列题曲 那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就可以问他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谁扣到我的帽子 你可能就可以问他 小鱼的帽子哪里来的 书里面有交 这个叫直列题曲 直接推论第二个层次就是 你书里面没有名讲 你可能要看前面看后面 甚至整本书看完 你要形成一个小小的结论 好 所以要推论 这个层次就高一点了 比如说如果要参加北地奇迷球赛的话 需要什么配备 你是不是就要慢慢去想 在书里面讲过什么什么 对不对 再来第三个层次叫全身整合 就是变成是要把书里面的情境拿出来 也许跟你的真实生活做对照 那个层次又更高了 比如说根据哈利波特故事的情节 这个现实他里面是一个整样的人 那是你要订完六本书 你最有趣的是等我起来 对 好 再来 比较平衡 最后这个阶段 就是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赤高点 甚至于有能力可以平衡这本书 好 如果让你感谢 谁想改变书中哪个屏 像这一个题目 像我以前也常常会问的 小孩有问题 多万这本书 有没有什么地方你不喜欢 我从来不问他喜不喜欢这本书 因为他听说喜欢 小朋友回答问题 都会采取卦为的 那个最后一句重复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反而是说 多万这本书如果要你改变的话 你想改变什么地方 那就是他就一定要站在一个很高点 来平衡整体 对不对 他果然找到一个地方 他是能接受的 他有找到一个什么地方 那就很棒 表示他有一个 直接比较平衡的能力 但是当然不是 我会反对而反对 有时候他整个读完看 他说 哇 这个人真是太棒了 了不起 我生活都很喜欢 那也很好 对不对 总而言之 就是这四个层次了 好 那所以如果订练起小朋友 你就可以从直接提取问他 你就开始梳理你有什么 还有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提问是 他必须要读完真本去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出来 像地练起小朋友 他最常就会问他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就是书里面 故事里面一定都有讲的 或者问一些顺序的问题 开始怎么啦 经过什么 最后怎么啦 那这个都是一种逻辑的能力 就是小朋友如果在他幼文的时期 他读完某一个东西 没有一个 形成一个逻辑的能力的话 那下次你就可想的是 当他开始读小说 当他从开始那种比较结构复杂的 他是就吃不消 对不对 那从小的那种逻辑 逻辑概念要形成 好 所以我就会说一步一步来 顺序兼紧的 小朋友不爱读 有时候就是因为 他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障碍 好 那所以呢就是 如果那个爸爸妈妈每一次呢 或者是说老师每一次的阅读 不用每一次 但是呢偶尔能够有一些 循序渐进的问题 来跟孩子们做介绍 这就是我们说阅读要教 就透过这些好问题来教 所以我发现呢 我有一次在搜寻的时候 甚至于发现 其实我现在书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的书 他的书语是叫做 如何问出好问题 问问题很重要 你问对问题 就是让小朋友 就在引导小朋友 我将来对越多件事情 我的思考方向是什么 对不对 我怎么去读到我的重点 所以就可 问对好问题也很重要 像以前呢 讲了白雪公主的故事 我会问小朋友一个问题 所以就问 白雪公主的故事 你认为白雪公主 这个人的个性 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那诗诗诗诗诗诗 书里面没讲 但是你自己要去 从所有故事情节 当中 你要去做一个中范围 这就是一种能力 所以当他下次 去读整合一本书 他也许就会 自己会想到 诶 我可不可以像上司一样 像白雪公主的故事的 那种读法一样 我也来帮书里面 这个主角人物 买过一个性格的优缺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 白雪公主的性格优点是什么 赶快再送巧克力 看 顺良 说得很好 对不对 没有人会反对 那缺点呢 蛤 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 优 柔 对不对 来 然后我告诉你们一个 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 那次我也自己也笑掉 我常说 有时候这些小朋友 乐图 共读 有时候在激难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收过更多 因为你是一个小朋友 就跟我收 而且公主的性格优点是 善良 缺点善良 有没有道理 忽然觉得有道理 人生不用 不用每次都很善良 对不对 好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 可是我就觉得 这些小朋友的思想 思想的层次就很高 对不对 好 所以一年级来提问 问个好问题 好问题 会让孩子成为专家籍的读者 一旦他成为专家籍的读者 其实他会形成一直很快的 你知道 我们当我们得到某种成就感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就会分面老内飞 我会得到快乐 就好像读懂了什么时候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其实会分明 某一整盘心 让你觉得很开心 于是你下一次会 愿意再读一本书 想要再感受一次那种快乐 好 所以如果好问题能够帮助孩子的 愿意能力得到成长的话 那下一次他就会更想读书 我的结论就是这样子 还记得吗 那我说 碰白的心思诗诞 阅读障碍 阅读障碍 阅读障碍来自于四字量 对阅读理解能力 这两件事情 不良的心思共读 以及选书或选得不好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 为什么孩子不害苦的书 那时间时间到了 希望今天很简短的 而且我讲到很快 我怕赶快讲 怕讲不完 好很快的很简单的 很粗浅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这几年来 我觉得如果孩子不害苦去 都不可能是这些低俗 但是当然不可能就是 就是这些 对不对 我说过每一个孩子 非用的理由都不一样 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 就开放大家来聊聊吧 那但是 你的问题我未必能回答 可是我并不去想一想 或者是说你的问题 我可以在座 我会一起出来激荡一下 好 有没有人 要聊一聊 或者过去的一些 很不错的 其实跟我们的经验 我的问题是 我的老大 他 其实我们家团境 就是很多的书 因为我就是 也在外面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的绘本 对 那 就是他们从小也就是 我念故事给他们听 所以他们也很喜欢书 也常常摸书 他也有很非得的书 可是上过小的时候就开始试字 对 那就会跟他们说 你可以 就借一些乔療书给他们看 这样 对 那我们老大呢 他大概已经中年级了 因为房间乔療书 他大概也都看完了 可是就是 我就会开始想说 那 开始要读一些文学的 作品的 这是比较经典的 他也会去借回来给他看 给他看 可是他就兴趣缺缺 然后我就想说 他是对他讲是太难了 还是他兴趣不在文学的这一块 就是他就很喜欢科学的 或者是生活知识 生活科学这一类的 可是那都比较短篇 就是短短的 对 那他其实也是在读的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 那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引导到就是欣赏 我们前任的作品 就是那个文学 那个文字很优美啊 那种那个 那我自己也会选择一些书 念给他听 长篇的故事 他有时候他就叫他自己看 他觉得这太长了 我就没有注意 这样 对那我就觉得 那这样对中年级来说 是不是 怎么样把他 度到那个 欣赏文学作品这一块 那我们还有个 小姨的妹妹 他就是非常爱看读 所以叫他看字呢 他就会觉得说 他看图 他就读懂了这本书 对 那因为他现在也在认识 认识嘛 就是学校来教 可是就非常非常的慢 他在阅读上 就是看完 如果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那里面有的书 他会看很久 所以对他来讲 叫他看字 其实就有点痛苦 对 他喜欢欣赏很多的图片的书 那我觉得 我的困扰也是说 有时候我跟他一起共读 我会就是给他填充笔 就是说 叫他说 他会自己自己念一下 对 会跟他玩一些游戏 可是我觉得好像 他自己的本身在 想要读字的这个 兴趣上就不大 这样 所以我也觉得 有点困扰这样 就不晓得说 怎么可以帮他比较好 对 大家觉得 就是文字的问题 对不对 我常常常被问到嘴体 就是说 因为会吧 很夯 其实我每一个人都喜欢 对不对 图本来就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东西 因为那是我们大脑的本 因为图不简单 就好像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如果我今天要邀请你到我家 你希望我给你一张地图 还是一段文字叙述 当然是图啊 因为你的字叙述 你的大脑会做好多事情 你自己要在你的脑子里形成一个空间 对不对 所以大脑本来就会选择简单的事情做 这是大脑的本 所以简单的事情做 一直在做简单的事情 有一天一步来说 要给他自作一定的事 他当然会排斥啊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 我刚刚有听到说 我觉得就是说 不要迷信那种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很小的时候 那文字就寄来 可是我也必须说 那还是有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失败啊 对不对 那有一种 就是说你也是一种可能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孩子是听觉醒的 有一种孩子是视觉醒的 听觉醒的 对不对 那所谓听觉醒就是说 他不是不爱读那本书喔 你如果你给他听 或者是你是放CD给他听 他一样觉得这本书好好看 好好听喔 他只是不想自己看 有一种孩子是这样 那你就会接受他是这样 所以像我就发现我文理 有个人在他中学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想去做 然后就不是那么爱看 文字给我演书 可是可能就没问题 所以我甚至于在他中学的时候 都还在他下课的时候 放学回家 我还在他身边就拿一点小说 读一段给他听 他有时候就听一听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他也不是可口 但是有时候念到一段 他觉得很不错很喜欢 他会过来继续等下去 所以你变成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因为我当时有意识到 他是比较听觉醒的 他不是不爱的故事 他爱 但叫他想自己看 所以也有一种这种可能 所以这就变成有两点要做 第一个文字还是从小到今来 真的很重要 知道让孩子习惯文字 喜欢文字 这个很难 我也没有速成的办法 因为那个要自清越累了 所以就不要从 不要永远给他最简单的东西 就对了 否则他的大脑永远就是很习惯 很简单的图像的东西 好 那再来 那个 回到第一个问题 你是想要他一定要成为文艺青年吗 我开玩笑 我立即说 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 什么都好 对不对 既感性又理性 好 可是也得不成 有些孩子他就是性格上 像我就很不理性 我就很感性 可是我理性方面就很差 好 那但是去说 既定啊 在小学期也没有 我们当然希望他很扎实 因为他还不知道他到底将来 可能是哪个方面 才是他真正的专业 他还在选择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就回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选到 他就不喜欢了 选书问题 因为很多 有很多文学书 其实也很有趣不好看 也许他还没发现 还没读到 还原来的缘分 所以可能就是选书再去多元学一学看吧 或者有时候就是点读读看吧 或者要不要从一些很简短的诗开始 大家不要以为小朋友一排是诗 诗马上听起来很深啊 我反而去很多的学校的作家 有约是他们一年级约我的 他们告诉我 他们的班书是我的一本诗集 而且就全班把那首诗背出来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找到一些诗集 有些台湾的童诗很蓬勃 台湾有很多的诗很棒 童诗很棒 又有趣 又不懂啊 所以要不用看很久 然后呢 然后小朋友从朗语诗 然后说不定他会试着自己写 两个就是妻子一起构同创作看看 说不定他会从那个地方开始 慢慢喜欢上文字 慢慢喜欢上文学 这也是个方向 我怎么说大概就去试试看吧 好就是 第一个就是刚刚那个 这个妈妈还有就是分享的 那个小朋友的问题 我刚刚想到就是 像老师刚刚讲的 第一个就是学书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可以一开始 可以选一些 因为小男生嘛 可能会对于好笑的故事 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妈妈有时候 你会念给他听 然后我有用过有办法 就是说 这本书很好笑 那我就会念那个最精彩 好笑的某一个段落 然后就听 然后要勾引他就是 那我还想要继续看下去 就是你已经把我的那个 就是读这本书的那种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诱因就是引起了 但是你又告诉我 我后面的结局是什么 然后 那就我现在很忙 我没有空 他就帮你们煮饭 那你可以 你有空 你就自己再继续读下去 就是可能也就是 给他一个就是 动机可以继续想要读 自己去读这样的学 对 是 这个方法就是一个 很好用的古法 就是一千零一页里面 我们那个王妃喔 这个古法太好用了 就是所有的很多阅读老师 也都这么说 就是引起动机 有时候老师会有这一招 就是我先读一段 很有趣很棒 很高潮 但是 让人停止 对不对 我就停下来了 然后小朋友很想知道 接下来怎样呢 自己看 对不对 那小朋友就是 我们人的本性 有好奇的本性 对不对 还是一个深处的 我想要解决这个困境 我想知道怎么了 也许他就会 引起他的那个兴趣 下去的舞台 这也是个很不错的方法 好 还有没有哪个朋友 分享 或者我们不用提问题呀 就是分享 大家自己在家里的阅读 美好的经验有不错呀 对不对 那我们彼此在加油 打气 然后呢 增强一下鼻子 因为你的这个美好的那个 力荡 能量 但是他人家的孩子都多大 有的感觉好像还没孩子的感觉 好像很天青 现在还测身嘛 好 那 我儿子是已经30岁 我没见到 我就是说 因为小孩从小 这样子跟他 我常常跟他都没有说 我知道我一定不是个好妈妈 因为我都起过来做早餐 好 所以不是好妈妈 可是呢 我觉得在阅读这件事情上 我有给孩子 从小 我很认真的做得到 所以呢 虽然我的儿子长大以后 他也爱玩电动 他活动开始 我本来在他小时候 看到妈妈开书 我就展觅姐姐说 我的孩子一定不一样 竟然一定不会 我就落头四臭 一定不会整天明天啊 没想到 一上中学就过功 因为同才会聊这些 可是 我觉得可可够位的是 他尽管也会打电话 可是他的床头上 都还会被小说 这习惯都还会被 也就是说 这样的人当中 他很早很早的时候就知道 世界上 世界上很多好玩的事情当中 有一件叫做乐理也不错 所以我虽然 打不完打电话也很好玩 可是呢 偶尔看看小说也不好玩 所以他 这个 我觉得那是一种习惯 一旦建立之后 他会永远记得那样的美好 所以三不五是他会想要看一看小说 像我们就会聊聊 某些小说改叶情叠枪 叠石 像现在我们的权力游戏 对不对 我们就很有得理哦 对不对 好 那我觉得如果你呢 跟你的孩子 先有一个这么美好的亲自 弄独的成长期 你们就真的是 永远都是Soul Night 你们就是永远是灵魂 伴侣 到你很老很老的时候 你儿子也很老很老的时候 你们仍然可以聊这个 那多好多幸福 对不对 然后呢我想最后就给大家看 所以我大概有 就是有时候 电视上有重播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其实有一句话 根本就是在讲越多 就是电影里面的那 其实这部电影呢 是一部励志电影 就是一个妈妈 跟一个小学老师 就是他们共同为他们学习障碍的孩子 站出来 要支持孩子有权利 让他们阅读学习 而不是阅读 他是学习障碍的孩子 然后呢 也能够有权利得到英文的课程 不要被护士 那这里面的这位黑人 就是那个小学老师呢 他就在他的课堂上呢 免疫他的孩子 我觉得那句话 我好感动 我看到那一段都会奇迹一个大 他说孩子们 你们要有余阅读 有余思考 有余发言 有余协作 其实就是那个 美国总统 第二阵子 projection 有一段演讲讲的话 他可能在这里 我就说他这句话 这四样东西 就是我们 我们要 我们的孩子阅读之后 整个流程 它是一个set 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要问个好问题 因为问个好问题 小朋友才会想 对不对 你问了他就会想 所以不能只有再给他输夺而已 读完要逼他想 想完要会讲 讲完要会写 如果一个孩子能够这四件事情都做到 我觉得他就是一辈子的自学能力 都有了 对不对 好 那当然现在还会有个 其实我现在有很多的演讲 因为被问到最后这一天 很会 很爱读 也很会讲 不相信 没有我们自己都不想了 所以写作又是一个大问题 可是写作更不重要 也重要吗 所以我才会这几年 为什么有很多的演讲 是在讲手工书 我当年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为了处理这个难题 所以我那时候 我的很多人的小朋友能够读书会 是读完一本书 聊完这本书 最后是做一本书 然后他做一本书又好玩 因为他觉得像是在做美术脑作 对不对 不是在写一篇五百字的独特性的报道 所以他做完之后 比如说我们做成一朵花 做成什么 但是呢 就可以把刚刚王老师跟你聊的那几题 简单的写下来 所以他会觉得我是在写作文 他觉得我是在做一本书啊 我要画图啊 我要写点东西啊 但是他写了啊 对不对 所以但是 因为那时候那个活动还蛮受欢迎 以及我这几年有很多的 主要的演讲都是在讲 教大人们怎么带小朋友做一本书 因为做一本书当中 他是不是什么能力都要用上的 对不对 好 正好可以分享一下 我以为小时候做的一本书 我以为小学二年纪自己写了一篇故事 他一开始是写在他普通的那个印印纸上面 你看他是用冰符号写的 可是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结构还蛮完整的 然后呢 当他做完之后呢 我就用很简单的手工书的形式 帮他做了一本 做成一本金装的绘本 金装吗 还有镀金喔 别的金色胶带 然后呢 背后还带到他贴了一个作者简迹 那里面还有Nina Stephen的照片 因为我有帮他写明人推荐 你不觉得这就很好玩吗 孩子好珍惜这本书喔 对不对 但是他有写喔 那他会写 也没写 因为他自己有过很多故事 他把他的能力用上来了 好 这就是我这几年在做的东西 因为今年正好是爱丽丝 150周年纪念 我个人也是一个 我帮给大家 因为我个人也是一个爱丽丝铁粉 超爱的 那本书很赞 你知道 所以我们把爱好走病毒的一本书 有点读不完 压力的东西 有点挖掘不完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晚上呢 就正好 电脑有很多那个 好多数个片 也可以下载的爱丽丝的图 对不对 那我自己都是做的一张书 这叫恐怖书 他其实可以打开 就是我也把我自己 我里面还没写 我就写几句 因为爱丽丝里面 不是有很多的金句 有很多的名言 很多很棒棒的句子 一直都能被引用 然后其中我最爱的一句话 就是我放在后面的这句话 就是来往后说的 说 有时候我在吃早餐之前 就能够相信六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句话就充满了哲理 对不对 就是我们人要开放胸肌 肩啊各种可能 对不对 那我就准备把我阅读 爱丽丝的经验 很喜欢的几个情绪 就写在我的这个手工书里面 那于是下一次也许我去带 读爱丽丝梦罗希基这本 带高年级孩子的这本书说 我也许就可以叫她做这一招 那她们就一定很想 赶快学我一样 对不对 因为她做起来是一个 可以参照的有趣的小书 那就是这几个 就是也许呢 各位朋友妈妈 或各位老师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活动 我们让她读了 想了 说了 最后也写了 那如果她不想写了 就帮她做一本小书 带她做一本小书 是不是写下来 我觉得这也是个很不错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可是说可以等下撕下来 我们再聊点可以 我本来也知道 那个书带音乐讲得非常好 但是比我预期的 讲得又更好 这样我就觉得很激烈 而且有很多 其实就算是 我老师也是在做 一个读推广的事情 我都觉得 我的收益非常大 所以你们真的不问问题吗 因为你们不会有很多机会 我真的是把她切 所以我很怕 好不答问题 没有关系 因为有些问题 我觉得可能有些是个别 那如果说 我就会有在这边 到15点 然后大家有 或者是私下 然后不要去其他的也可以 来聊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的事物 就大家可以随性的聊 或者大家要不要来看一看 我的事物 也OK 好吗 谢谢 要不要去你的Facebook 可能如果有什么 如果觉得今天一直想 就会太震撼了 嗯 想不到Facebook 也可以上 也可以那个 follow那个 对 我的Facebook就是 可以带 就是我的那个账号 是15分 SF 15分的缩写小七 因为账号15分的很多 所以就有 我的朋友 有些那个 听我的演讲 就是说要告诉账号 我就不知道是哪一个 我除非 那这是我家的猫 我们的朋友 是爱猫的人 那就是说 因为我的朋友 就会分享一些 比如说 比较国外 比较新的一个绘本 或者一些那个 童书放映的资讯 还有 最主要是手动书 因为我自己是 其实我是美术老师 我在那里 之前在小学是教美术的 然后教了30年退休了 所以才会那时候 就在读书会的时候 把我自己的个人专长 在那个 工作上的专长应用上 就是 做一个事物 然后那小朋友 在做书过程当中呢 也把这次的阅读 做一种整理 然后很简单的 把容所有的 几句话都好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 很简单的协作和练习 我才能跟大家说 这一次的讲座 完全是我 假公祭司 我很想听这些人 也有 我这些朋友的一个 他们分享 所以我就把他们进来 因为平常 大家聊天也都 那老师也真的很精彩 然后礼拜第四场是 商品老师讲的 是有关 借我一下 我现在年纪大 我这样做的 商品老师的题目是 他是讲 好像是 他把他两个 非常厉害的东西 就是关于 那叫什么 艺术史小说 这个是个 蛮有趣 蛮新的题目 那 商品老师的演讲 我们一直都很着迷 因为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然后听他讲话又很沉沉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 请热烈 谢谢主持人